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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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雖然面對新冠疫情 但大溫地區的房地產市場仍然保持活躍 數據顯示 成交量和房價都創下紀錄 雖然疫情無阻房屋交易 但由於必須遵守衛生當局的指引 現時物業開放日的形式已經有不少改變 究竟在新常態之下 透過虛擬模式看樓是怎樣運作的呢? 在今晚的消費點滴 我們就請到專家給大家解釋一下 自去年4月開始 加拿大房地產網站已經推出一項新功能 消費者可以透過網站上的3D虛擬實境看樓 就可以看著360度 你可以看著整個部位 樓盛 而且會給你機會 透過門口 進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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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圖案 在鏡頭的現行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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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 從購物的角度 他們有機會得到 自己的地產會看似的 BAC地產協會董事會主席Anthony Bastionson表示 現在出售房屋提供的照片更加增加至40張 令到買家可以更詳細地展示自己出售的物業 另外地產經紀更會透過不同的社交平台 安排網上實時直播看樓 他們也有機會設定在展示出售 他們會用電話機器 用電話機器的功能 去通過和展示出售物業 現場的客戶跟他們買的客戶 這次最好的事物 客戶會有問題 他們想要看更加密集的地方 或是一些不太認識的照片 他們也有看過網絡 他也指出,與以往的傳統看樓方式不同 有關的影片、會議技術 將令消費者更有效和迅速去選擇自己心意的物業 好了,今晚的消費點滴就講到這裏